in square index邀请我在1月中旬前往位于东京新宿的公司总部 唱完了一整天的最终幻想期重申 完整体验了游戏的前两张内容 本期视频设计的内容将以第二张为主 第二张始于老玩家熟悉的卡姆城 克劳德一行人躲过了神罗的追捕 暂时歇脚此处 章节一时 克劳德可以在卡姆城中稍稍探索一番 学习诸如魔晶石 武器升级 技能书分配等基础系统 开发团队为重申的城市探索添加了便捷设计 比如屏幕右上角的小地图螺盘 除了会显示建筑设施 NPC 路牌等图标之外 还会提示玩家面朝方向上的NPC名字 在指引上会给予便利 本作加入的女王之血存在感极强 主打策略卡牌 简单来说就是在棋盘上用不同的卡牌占地 祭分决胜负 理解起来没什么门槛 我打了两局就摸清了玩法 还挺好玩 说他存在感高 是因为他像昆特牌一样成为重要的支线组成 城镇小地图会直接显示能打牌的NPC 甚至卡姆城还有支线任务需要挑战三位NPC来获得稀有卡牌 本作导演冰口之树曾多次提到他很喜欢《巫师3》 也以《巫师3》为基准来和开发团队一同设计重生 这就包括了游戏的世界探索 第二章的故事发生在格拉斯兰地区的一部分 而格拉斯兰只占了世界地图右上角的小小一块而已 我花了五六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了第二章主线和格拉斯兰的部分探索内容 大概只占了格拉斯兰内容的四分之一左右 重生和前作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世界探索 如果说前作是一个剧情驱动的章节制线性JRPG 那么重生主打的就是大地图自由探索 大量一眼就能看出来有特殊奖励的建筑 放到别的开放世界游戏里就是万恶的问好了 世界报告则是大地图探索的重点 克拉德一行人会碰到前作的重要NPC查德利 这次他带来的是世界报告 远比之前的战斗报告丰富得多 简单来说世界报告就是在大地图上设置各种类型的报告 包括有特殊条件的战斗报告 通过剧情向支线任务来提供特别奖励的调查报告 和可爱的莫古力进行小游戏换取特殊货币的莫古力报告 根据生命之流的引导进行互动的探索报告等等 这还只是格拉斯兰世界报告的部分类型 寻找到地图通讯塔并启动后 附近的报告在地图上就会被标记出来 但是格拉斯兰的世界报告数量就多达数十个 虽说也会有重复的设计 但无论从类型 独家的小玩法 还是部分特殊剧情 都足以称得上丰富 从地图本身的设计来说 本作的地边水平确实不赖 视野引导地图高低纵深的设置都比较合理 所以即使面积庞大 但有了路行鸟之后跑起来不算枯燥 克劳德新增的攀爬能力使用性较高 地图探索的乐趣是有的 唯一的问题在于 在跑路探索的时候 整个队伍死气沉沉 没有任何角色对话 只有背景音乐慢悠悠演奏 总觉得缺了点乐子 试玩版中 尤飞和凯德西还未入队 能操作的新角色是赤红13 赤红13的战斗方式是通过防御击攒还击量表 消耗量表转变为还击模式 攻击更加强劲 会大幅累计burst量表 打起来非常爽快 至于克劳德 地法 爱丽丝和巴雷特 战斗思路没有太大变化 无非是一些普通攻击招式重新调整 比如克劳德勇气模式的普攻 改成全新动作 爱丽丝追加了魔法阵转移 这一短距离瞬移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重生加入了完美防御的设计 防御不会有明显的前后摇 敌人攻击瞬间按R1会有block特效提示 泰坦BOSS的两拳一角连击都可以完美block掉 手感极佳 让本就战斗射击优秀的新FF7如虎添翼 目前战斗方面展示的两个新系统 一个是联手动作 一个是联手能力 联手动作触发简单 战斗中按住R1防御键 再连按或按住攻击键即可使用联手动作 联手动作不消耗任何ATB 属于让AI同伴少摸鱼的好方式 联手能力就是演示中常常出现的 带有特写的大招 释放比较麻烦 需要两个角色分别使用三次指定招式 普通杂兵战中基本无法达成 毕竟还没攒到六个ATB战斗早就结束了 还增加玩家切换角色攒ATB放技能的频率 所以我只在BOSS战中使用过几次 使用联手能力会提升角色好感度 好感度会随着克劳德的行动和对话选择产生变化 特定支线的完成也会增加某个角色的好感度 好感度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决定缆车约会的对象 重申加入了队伍经验值这一设计 获得经验值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世界报告完成后会提高队伍经验值 而队伍等级提升会解锁技能书的新内容供玩家学习 从技能书中可以发现 重申在属性魔法方面尝试弱化了角色间的差异 每个角色的技能书都会有让角色不消耗MP 即可释放某个属性魔法的设计 目前来看每个角色都可以学会多种属性魔法 比如说在对付米德加尔特巨蛇的时候 我就给上场的三个人都点上了不消耗MP的冰属性魔法技能 这样三个人都学会了冰魔法来暴揍boss 还蛮人性化的设计 而第二章的最终boss就是米德加尔特巨蛇 原版FF7中他是强大的世界boss 在初期几乎不能战胜 重申中设计为主线章节boss 如果直奔主线去挑战的话还是有些吃力的 这也强调了本作的JRPG属性探索和练集 通过洞察了解它的弱点 选择上面提到的冰魔法加以克制 重申第二章的战斗表现 保证了和前作一致的优秀水准 动作与策略的完美平衡得以延续 本作加入了全新的advanced难度 不是单纯的高难度 而是让战斗始终保持在激烈敌我对抗的水准 防止十里坡剑神那种回家秒怪的情况 就算我像流水帐一般列了试玩版本的部分新内容 以及带来的游玩体验 这依旧只是整个新世界的一小部分而已 剧情也只是刚刚开始 相当于原作中跑到陆行鸟农场 获得陆行鸟 前往秘营矿洞这段故事 单看主线内容确实很短 但你很难完全不去探索广袤的格拉斯兰 只是闷头骑着陆行鸟去硬钢巨蛇 至少从我这数个小时的连续体验来说 除了玩到身体有点疲劳之外 并未怎么感受到开放世界的重复性 可能新鲜感尚未消退殆尽 可能游戏确实在自由探索的乐趣下了功夫 反正我收获了充足的快乐 并且期待月末游戏的正式发售